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迪丽热巴直播,穿衬衫裙变家庭主妇,一改舞妹风格更显独特感。 要说娱乐圈哪位90后女明星谁最火? 迪丽热巴和杨子肯定是稳居第一,第二名的。 两位顶流花旦每天都有很满的行程安排, 除了演戏、拍时尚大片,也时常出席各种商业活动捞金。 在11月4号,迪丽热巴又亮相直播间为品牌站台宣传。 她不愧是娱乐圈的人气女神,一亮相就吸引众多粉丝、网友和媒体关注。 这次迪丽热巴一改往日火辣、性感和妩媚打扮,她变身家庭主妇。 穿一件款式的条纹衬衫裙出现在直播,手里还拿着吸尘器,一秒切换到家庭主妇角色。 在现场,主持人也问迪丽热巴要是工作有压力该如何减压? 热巴借助工作场景需要,回答,要是有压力就扫地搞卫生。 以往迪丽热巴都喜欢浓妆艳抹,穿最显身材的华丽连衣裙亮相各种公开场合,有时惊艳四座。 有时成熟大气,有时又妩媚多姿,十分抢镜头。 这次迪丽热巴一改往日火辣风格之后,穿上一件简简单单的衬衫裙,反而更显得美丽和有独特感。 也许这就是天生励志男子气的优势吧,迪丽热巴无论是走什么时尚风格。 她都是娱乐圈的流量巨星,时尚感能与妮妮相提并论,影响力却远胜对方。 在直播间,迪丽热巴还是不时督嘴卖萌,三十岁的她依然那么可爱,俏皮。 少女赶不输给00后新生代。 生徒爆出,迪丽热巴阵容精致,容颜也是很能打。 作为百变星君的90后花旦,迪丽热巴简直是占在时尚前沿的女星,有颜值,会打扮。 而且还是身价数亿的富豪,堪称人生赢家。 敢问你GAT到底迪丽热巴的美吗? 觉得她家庭主妇般穿搭如何? 逆热巴也很美,穿粉色裙子好减零,温柔又有气质。 其实新疆的美女有很多,尤其是这些新疆的女明星,在娱乐圈中都是一等一的大美女。 而迪丽热巴就是其中之一,毕竟她的颜值并不是吹嘘出来的。 就算是生涂下的迪丽热巴也很美,尤其是穿着粉色裙子,看起来好减零。 气质优雅又高级,温柔又有气质,不得不说热巴的外表再一次刷新了我们对于美貌的认知。 一款吊带连衣裙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让身材的美感一次性呈现出来。 尤其是对于胸围饱满的女孩子来说,吊带裙就能够让这副身材看起来更具有美感。 当然,吊带连衣裙也非常考验女孩子的双肩,对于肩部窄的女孩子而言。 吊带连衣裙也可以让肩部看起来更具有美感。 同时吊带连衣裙对于皮肤的颜色也有着很多考验。 对于皮肤白,皮肤细腻的女孩子来说,选择吊带连衣裙反而能够衬托出自己的优势。 如果说女孩子的皮肤比较黄,那么尽量不要选择露出皮肤的连衣裙。 穿的严是一些反而不是什么坏事,因为这样的搭配方式能够遮挡住身材上的不足。 粉色的连衣裙给人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起到减零的作用。 会让女孩子看起来更加青春活泼,同时也能够提升女孩子的气质。 当然,如果想要走大气路线的话,在搭配粉色连衣裙时,也可以选择搭配白金耳坠或者是白金手镯,能够稳固增加高级感。 并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适合穿短款连衣裙。 如果女孩子的腿部线条不够好的话,搭配短款裙子只会暴露缺陷。 不过对于那些腿又白又长的女孩子来说, 一款短款连衣裙反而能够把自身的优势全都展现出来。 这样就可以让自身看起来更加性感妩媚。 在搭配连衣裙的时候,可以选择一款适合的高跟鞋拉长腿部比例,让腿部看起来更具有美感。 高跟鞋可以选择黑色、银色的两种,这两种高跟鞋会让整体造型看起来更加精致,同时也能够让女性更具有气质。 而对于成年女性来说,选择大红色的高跟鞋能够提升气场。 除了可以搭配高跟鞋,在选择连衣裙的时候也可以搭配帆布鞋和运动鞋,这两种鞋子更适合年龄比较小的女孩子。 这种搭配方式可以使得女孩子看起来具有活力、青春活泼。 鞋子的颜色可以选择奶白色、湛蓝色,会更容易显现出女孩子的气质。 对于配饰的选择,主要还是的看女孩子想要走什么风格。 如果女孩子想要走精致路线的话,可以选择纯银项链或者是白金项链,这两种配饰虽然看起来不太起眼。 但是却很容易让女孩子变得精致。 而对于走大气路线的女孩子,可以选择蓝宝石耳定,纯金戒指。 在选择搭配连衣裙时,选择一款适合的发型也会让整体造型加分。 对于走成熟路线的女孩子而言,尽量选择偏分无刘海发型,这种发型会让女孩子看起来更大气,更妩媚,同时也能够把成熟的一面展现出来。 而对于想要走年轻化路线的女孩子而言,可以选择空气刘海造型,能起到减零的作用。 其实迪利热巴本身气质就是很不错的,再加上搭配的加成,就会使得它看起来更具有魅力。 迪利热巴的搭配方式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学习,这样就可以使得我们变得更加精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